剛剛重點就是我們formate的時候 記得把它再轉換成本來直接這個地方 本來是寫在這裡的 把它換到這裡 所以原來應該是原來的狀態 原來我們只要寫這樣子 只是說把這個計算的動作放到這邊來 然後但是我將來return回來的就是這個結果 所以把它這個改成什麼?compute 這個帶兩個參數給它放到這裡來 最容易出錯就是刮鬍數量 我覺得你慢慢要習慣就是刮鬍一定要對稱的 很容易做錯就刮鬍 如果沒做錯的話答案應該OK 所以再來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它可以幫我計算結果次數是4次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這個幫我計算u出現的次數 Enter一下 所以第八類的806相對比較簡單 那可以計算單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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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你可能要用fine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fine fine的話就是一堆文章裡面 你要找哪一個keyword 那你就不能用這個啦 這個只是算字母出現 字母我出現次數幹嘛? 我要知道這些好像一般比較少 不過可能有別的地方會用到啦 可是它基本上是把s當成是串列 一個字一個單字一個在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設像同學剛剛問的 如果我今天要找這個裡面有沒有意思嗎? 意思? enter會怎麼樣? 找到一次 所以這個方法也可以拿來找裡面的單字喔 可以 那不是 把fine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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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理論上 因為我比較少這樣用 不是不行 只是說 因為說真的 同學沒有問 我還不會真的去測試它 因為我一看 我就以為它就是只能做單字的比對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這樣的話 那表示說你可以拿它來做那個 比它的那個 但是單字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叫fine 我比較常用的是fine fine的話就是尋找 也是類似比對 OK 這部分也許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或許其它有更多方法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第806 就是去把一個字 一串的句子 句子裡面呢 它這邊題目當然就是 只是要我們去找哪一個單字出現 哪一個字母 後來測試發現 其實也可以找多個字 甚至一個句子 不是一個單字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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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